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第十五讲 Design for Large Screen 就是如何为大屏幕设计 因为顾名思义就是 现在手机屏幕越来越大了嘛 所以可是你的手并没有长大 所以很多这个Design Flow是会有更改 然后如何做更有效的设计 就是我们今天想要讨论的 主要东西还是Warm Up上次的内容 因为上次我没有给大家 指太多视觉上的例子嘛 所以今天我会给大家 就是走一个Flow 看一下一个Amazon一个Music 这样一个东西是怎么样设计的 那今天的图呢不是我自己画的 所以我要给Luke W一个Credit 因为我的图都是从他那里偷来的 因为这样子的话我觉得比较合法 因为我必须说出我图的来源 如果是自己画的话 之前我都是花时间画的 最近就直接偷了 希望大家可以谅解啊 那这张图我觉得大家应该也是上次给大家秀过嘛 就是如果是手持移动设备的话 哪里是Hard 哪里是OK 哪里是Easy 然后75%的人呢是手刷手机的时候是用到大拇指的 一半的人都是用一只手去操作手机的 所以这个数据在上一节课大家可以找到 所以我这边就不多重复了 然后现在这个APP是什么呢 这个APP就是Amazon Music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菜单栏在最上面的时候 你非常难reach到特别是用一只手操作的时候 那你要去menu的时候怎么办呢 它这边有个solution就是a swipe can expose menu 所以你在下面swipe的时候 它同样可以起到同样的功能 就是打开这个menu 就是你点这里也可以 你swipe它是同样走到menu的一个list key options remain at the top 那其实如果这个是你以前旧的浏览历史的话 在最上面 其实越上面反而是越难reach到嘛 所以这个的话还是有带争议 但是这个只是这个flow 所以给大家看一下 就是说在你设计一个隐藏menu的时候 它有两种方法可以打开 一种是在这边的hamburger 一种就是在下面的swipe 那下面的swipe是hidden的 它是隐藏的 它没有一个标识告诉你说 这个是可以swipe打开的 这个是叫discovery一个gesture 是有带你发现的 这种隐藏性的东西 就是要高级用户就会发现 那你用久的话 你发现这种东西是属于 你一旦发现你就不会忘记 而且你会非常开心的去使用这个 然后还有一个 这个是iOS level的solution 是什么呢 就是说大家知道那个iPhone iPhone6和6plus 它这边是一个圆的home button嘛 然后当你double tap的时候 它整个屏幕会下降 也就是说 之前的屏幕是从它这个高的话 应该是700多pixel 然后乘以redna乘以2嘛 也有156的pixel了 然后它是之前的屏幕是全部都充满着手机的 但如果你double tap在这个home button的时候 它整个menu drop到一半 上面就全黑的 它整个screen就是降到一半的地方 然后呢离你的手指更近了 然后你可以在这里操作你想要的东西 就是它把这个menu往下拉了 然后这个是适合于所有app的 就是说你只要是iPhone6plus的话 你就在那个home button就tap两下 不要点就是tap就是敲击两下的话 它所有东西都会下降 包括你home screen那些icon也是的 它会往它会全部都往下掉的 那如果你这个是iOS device的话 你就可以用这种方法来解决 这个hamburger menu是 就是你手指点不到的这样一个困扰 那关于这个hamburger menu呢 其实大家我不知道它 大家熟不熟悉这个hamburger menu 就是汉堡包这样一个菜单一个icon 然后这个icon也有一个非常长的 那个discussion和argument在网上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就是说到底有多少人知道 这个三条杠就是menu 然后大家是通过多少时间 才习惯三条杠是menu的 这个历史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research 就是其实大多数人都不知道 这三条杠是什么 是经过了这么多些年的训练 和这么多特别比较出名的 像facebook还有那个以前的path 像这种软件它们使用之后 然后才开始风靡的 那其实hamburger menu还是很有争议的 因为真的就是像我刚才所说的 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理解 什么是hamburger menu 然后还有一种solution design solution 就是说你把所有的control都放在屏幕的最下方 也就是像之前facebook的icon都是放在最上面的嘛 那现在屏幕越来越大 它们把它移到最下面 这个是手指最容易接触的地方 然后呢 把所有就是common options放到最下面 就是说你最容易reach到的area 那这样的话就是完全是为大屏幕设计 那这样的话从小手机一直到scale up到大手机 包括iPad都没有任何就是touch不到的问题 那么像假设我们就是拿一样的screen 我们move到iPad portrait or landscape 我们想象一下那这些button应该放在哪里呢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 我今天正好也做了一个相似的design嘛 然后这个problem就是说 因为iPad非常的宽 那你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就放在中间 那你也没办法把icon就是撑大到很大嘛 所以这个的构架就要重新建了 就好像在iPad的email里面 它是把这个整个screen分成两栏的 那这个解决方案就是说 当你遇到非常大的screen的话 你这个整个构图就是要重新设计的 比如说我这个例子 你屏幕非常大的时候 你可以左边大面积的一块放你的album cover 然后右边或者是右下角放controller 就是小小的 我还是给大家画一下比较清楚 就是说我到外博的上去画吧 也就是说我现在这里有个iPad的话 我刚刚那个是music list嘛 对不对 然后我们可以把iPad可能还宽一点 画的不是笔笔值 我们可以这上面就是那个navigation bar 有时间啊 什么蓝牙信号啊电池啊之类的 然后这里写着iPad 那我们可以把cover 你可以forbleed或者是blur 就是那个iOS的特性就是blur嘛 那它如果你想要做native的话 你可以做blur 然后cover在这里 然后呢你把title写在这里 这是什么音乐音乐的作者 如果这是一本书的话 这个叙述者是谁 然后这些information 你都可以在这里很清楚的list 那iPad的优势就是说 它空间比较大 那你可以放更多的information 那手机上的话 你可以把它这些小的东西隐藏起来 因为实在是没地方嘛 然后你的controller可以放在这里 比如说 就类似这种快进啊 播放啊 然后或者是往后倒退15秒啊 什么往前进30秒啊 就是类似这种选项 你都可以列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就不会太大 然后又是你手可触摸的范围 那这个只是其中一个解决方案 你还是可以有很多其他的 那这样的话就大家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构图和和之前手机的构图 那么这里还有个listview嘛 它这里是可以切换的 那你就说 这样的话你可以把这个东西往上移 然后这一块放list 然后最下面放controller 那这样的话 岂不是就解决了我们所说的 这些不能reach到的一个问题了嘛 所以今天的课呢 就是其实还是顺着上一节课讲了 只是给大家更多的visual 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到 就是不同的屏幕的话 其实从光从小的设备 从320pixel 320个pixel像素的宽度 一直到6plus的话 已经是414 400多 然后你还要乘以3 这样的一个宽像素的话 其实设计上不会有特别多的改变 只是说把button放在里 手近一点的地方 但是你从414宽的pixel 一直跳到768和1024宽的一个pixel的话 超过1000以上的话 这个整个构图你就要重新考虑了 所以这个是给大家一个example 希望大家可以多练习多体会 就是说当你做一个设计的时候 得把所有device都做出来 就是这么麻烦 没有办法的事情 但是通常呢 UX designer也会把这些 就是致命的 就是也不是致命 就是也是会把这些flow 都list给visual designer的 所以这个是两个人一起工作的结果吧 所以工作量是挺大的 因为真的是很多东西要考虑 但是这个也是唯一的途径 谁叫现在这个社会是multi device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设备 所以除非你不launchiPad 就说我只有手机界面的版本 我不做iPad版本的 那这样也很酷 也可以对不对 我不做那个tablet 如果是Android的话 我不做Nexus什么7 Nexus9 我不做这个 我就做Nexus5 Nexus6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你一旦做到大屏幕的时候呢 就有更多需要考虑的地方 那不要单纯的 就是follow所谓的pattern 你打破一点 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是所有的app 在两个设计 两个device上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 肯定不是的 肯定是会有重新考虑的设计因素在里面 所以 It's totally fine to change and break the rules 是你要重新设计是非常正常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 我一定要让这个design看起来consistent 我一定要让这个design看起来一毛一样 这个并没有什么用 所以今天的课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就这样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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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